3月28日,PIP发布了上市后的首个年度财报。 2023年,PIP总营收21.38亿元。 运营成本由2022年的13.11亿元下降至11.76亿元,降幅10.3%。 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下,调整后净亏损2.95亿元。 亏损同比收窄55.7%,毛利9.62亿元,实现连续三年增长。 毛利率由2022年的40.7%上升至45%。 业务方面,在自由品牌运动产品、线上会员及付费内容、广告及其他三大业务中, 线上会员及付费内容营收贡献最大,占比由2022年的40.4%提升至2023年的46.58%。 2023年,PIP的月活月用户为2975.6万名, 相比2022年的月活减少了663.2万名,同比下滑18.22%。 平均月度订阅会员为319.3万名,同比减少了42.8万名,下滑11.82%。 每名月活月用户的每月平均收入,从2022年的5.1元增长到了2023年的6.0元, 同比上涨了17.65%。 PIP表示,未来将投资于沉浸室独家和专业的线上健身内容, 获取并留住优质用户,扩展和完善户外功能和产品, 开发和应用新技术和智慧功能, 探索AI技术在海外市场的应用机会, 持续推动用户转化,提升商业化效率, 以及和知名品牌合作来获取新用户。 接下来,请栏获取新用户处理。